你知道LV吗 啊 它的中文名字是什么 驴 从身边来看 你觉得这个品牌怎么样 马马虎虎 你知道这个品牌的来历吗 哎呦 这么贵啊 喂 你别走啊 一个人对你说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说明什么 他口中 如果你碰上阿拉丁神灯 你会向他索取什么愿望 再给我弄你的神灯 请问大师 询问别人年龄的时候 怎么说才能让他觉得自己还年轻 哟 几个月了 哎呦 哎呦 大夫 自从我得了白天风 我觉得我比以前更白了 那你还应该再得个精神病 啊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让你变得更精神 大师 我是开服装店的 有些人试过来试过去就是不买 还有些人买了以后来回的退换 烦死了 我想解脱这种困扰 请大师指点迷津 改卖数益 哎呦 你们 哈哈 请问 打工像什么 像喝粥 为什么 吃不饱可又饿不着 关键是 还得慢慢熬 哎呦 你们 哎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你吧 乍一看长得很一般 那仔细看呢 仔细一看 还不如乍一看呢 哈哈 人民币为啥不出一千元面额的 为了照顾我们屌丝的面子 什么意思啊 水里的时候 我们还能等人找钱吗 还有你们 哎 想当初咱们在院里盖了个小房子 隔壁老张一举报 让村里给拆了 现在他们家又在盖 我还得举报他们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怎么不懂事呢 等他盖好了再举报 哎呦 你们 哈哈 请问 您玩抖音这么久 有什么感触吗 我玩抖音 是抖音在玩我 哎呦 你们 送你个口红 哇 这么好的口红 我该怎么谢谢你呢 不用谢 你每天还我一点就好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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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